别看十八少女长得俊 遇到八十大叔也迷糊 长得俊也迷糊 本是杀手进禽场 甘心赴死为禽狼 想当初 女人作为地下暗杀俱乐部的王牌 有着一根常年携带的毒针 只需在路过目标的时候 对着脖子轻轻一次 就能让其瞬间毙命 然后毫不在意地走向洗手间 清洗自己的毒针 并再次藏进了项链之中 而被她杀死的黑帮大王 无论医生如何检查 都查不出死亡原因 只能判断为心脏病复乏 就这样 女人靠着过硬的暗杀技巧 成功为组织干掉了许多敌人 但随着女人出手的次数越来越多 黑帮竟直接开出了天价 请来了世界第一杀手 准备干掉这个带刺的玫瑰 可女人却并不在意黑帮的悬赏 因为她自信自己就是最强 仍旧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直到她遇见了大叔 瞬间被其云淡风轻的气质离倒 女人当即靠了上去 与其度过了美好的一晚 但她连名字都没来得及问 大叔便提起裤子准备离开 而且临走前 更是直接叫出了女人的名字 女人这才明白 大叔就是黑帮找来的杀手 她通过昨夜的交流 不仅深刻明白自己远不敌大叔 而且陷入了爱河的她 也无法主动对大叔出手 于是她辞掉了组织的工作 扔掉了项链中的毒针 独自一人回到了老家 在完成最终的告别后 她开着游艇冲向了大海 而号称世界第一的杀手大叔 果然并未手软 一发精准的远程狙击 瞬间结束了女人的性命 真就是爱谁都不要爱杀手 否则再美也白打